根据移民和政府内部评估 墨西哥已向新的法律禁止拘留前往美国边境的儿童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法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数量激增 根据政府内部评估显示 墨西哥的边境安全官员认为 越来越多的年轻非法移民说明了墨西哥和华盛顿面临的困境正在加剧 尽管双方都希望减少非法移民的数量 尤其是儿童 但是墨西哥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反而加剧了美墨的边境危机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3月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地区 约有18,890名18岁以下儿童没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被拘留 比2020年同月增加了近6倍 墨西哥国会在9月下旬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后 通过了这项保护未成年移民的法律 墨西哥总统洛佩兹于去年11月宣布了该项法律 这是他的政府为减轻移民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 白宫近日表示 华盛顿支持墨西哥与国际伙伴合作 以负责任的态度实施其最近的儿童保护改革 这项法律还规定 未成年人不能以移民身份为由而被拘留 当局必须在保证家庭团聚原则的情况下 为迁席的儿童提供住所 我们在期视频来看 我们在期视频的下旅程中 我们在期视频的哪里 写字击它们不能以外 我们在期视频来看